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于他的故事 有人说他帮唐僧取到了真经 封了斗战圣佛 从此留在了灵山 也有人说 那个成佛的根本不是他 真正的他 早就死在了西行路上 还有人说 西游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他只不过是说书人 杜撰的一只猴子 但我要讲的故事 你们一定没有听过 这个故事 得从一只金蝉说起 是 是 有几个酒坛 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存酒 人家别缠了 误了事 小心咱们两个被灵虚真人拿去下酒 大哥 上门口那边好像传来些响动 别以臣意回答 我大哥在这儿满手 哪个不识想都会来找死他 你这些狼崽子看着天哪 别以为就能过了老子这关 你这些狼崽子看着天哪 来者何人敢来此处 饶我清修 嗯 又是只猴子 施主不如放下棍棒 也同我学点佛法 独合 是 我的 六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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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莫非就是大王說的那個 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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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快快快 跟上 快點 小猴子 你驚動了這兒的妖精 再往前走 可要萬萬小心 小猴子 來這邊 這兒 看這兒 你 小神 是黑鳳山的土地 在此候你多時了 香 成香 好 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 就是觀音禅院 當年也是香火鼎盛啊 這可惜 那場大火喲 好 後來啊 這禪院 又被重建了 可人心 若是燒沒了 修好一座破面 又有什麼用呢 小老二 先走一步 等你掛了前面的戰鬥 咱們自會再見 是 他 有 啊 噓 别出声 小心惊动了那条大狗 后院那丝是黑风怪的 道友自称林虚子 以你现在的道行 恐怖糟了 小猴子快逃 还来得及 你若进了这道门 便回不了头了 小猴子 1 30多分 230分 33 3 12 14 15 16 19 直接射到你 不然會被驚人 快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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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